7月3日,老郭在社交平台晒出德云社6月份专场演出清单 看到德云社6月份一共安排了27场专场演出 一时间引起大家的热议 要知道,现如今的任何娱乐团体 除了德云社,怕是都不能有这样的成绩 而且所有专场都能有满坑满谷的观众 属实让人羡慕 看到这一幕,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都是同行的衬托 如果同行给力一些,德云社也就没有这么显眼了 要知道,德云社的票价都在1000元左右 就是这样,还能有满坑满谷的观众 不得不说,德云社的观众真是给力 有不少德云社的黑粉说过,云鹤酒消不如一草 但如今的小自备的专场票价都比曹云金高 不知道曹云金有什么感想 而且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德云社三小专场在6月份专场里面排名第一 虽然在德云社里面辈分最低 但实力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其他演员的相声专场也非常的有看点 每一个专场演出的搭档都可以说有着自己的拿手绝活 在创新的同时也给了大家许多惊喜 真是应了老郭在德云社相声春晚的那句话 德云社推出来的,都是最好的 都是有意让大家看到的,是值得追捧的 而且在同一天 德云社专场主办方也发文晒出 德云社7月份专场演出的授庆图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德云社就是票房的保证 每次晒出专场门票授庆 对于德云社,主办方和观众来说 都是令人开心,令人激动的 也希望德云社能够越来越好 7月份再创辉煌 打破6月份的专场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破6月份的专场